站在战车前开心展示后面一整排战车 原来这些战车是在等福桥架好排队过桥 乌东亲俄派的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士兵 秀出他们临时搭建的福桥 说明乌克兰这片区域都已经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乌克兰北部的切尔尼哥夫 南部靠近克里米亚的地区 都能看到俄国的军车和坦克不断开往乌克兰境内 有些车身上可以看到明显的Z字标记 甚至还可以看到俄国的直升机在空中飞行 俄国不仅秀肌肉还心战喊话 俄罗斯国防部强调尊重乌克兰的军人 不抵抗就会好好对待 正在尼加拉瓜访问的俄国议长也大力宣传 说俄国出兵是为了和平 要民众不必害怕 乌克兰全境遭到攻击 首都基辅出现激战 有分析表示普京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拿下首都 不再重蹈2008年入侵乔治亚时所犯下的错误 跟俄国举行联合军演的白俄罗斯 总统卢卡申科大声坚定地说 我们还没有出兵 但有需要白俄军队义不容辞 白俄根本还不必出兵 基辅就已经感受到巨大压力 乌克兰境内战争打得翻天覆地 普京仍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接见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 为国内天然气另寻买家 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俄国独立媒体人穆拉托夫 痛批普京侵略他国发起战争 他的媒体新报下一期将会同时出现俄文跟乌克兰文的版本 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俄罗斯境内一般百姓也对发起战争 感到忧心忡忡 俄国民众尽管没有激烈反战 对于自己的国家成了侵略者 也都感到不安 更对没有人能阻止普京独断独行 感到无奈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